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被入室抢劫的歹徒侵害那晚,警察老公挂断数十个求救电话,陪伴着被尾随的白月光母子,隔天推开门一幕,渣男彻底下风了。 我在家被侵害那晚,身为警察的丈夫正陪在他白月光母子身边。 被侵害前,我打电话恳求他早些回家。 他却语气厌恶道,你能不能别那么无聊? 明知道萧萧一家因为尾随事件害怕得不行,你还想利用这种方式骗我回去。 模仿人家外表还不够。 连生活事件也要模仿了是吗? 你这样真让我觉得恶心。 电话挂断也斩掉我最后生存的机会。 他不会知道,我今天查出了身孕,本打算告诉他的。 可惜,无论是这孩子,还是我,都活不了了。 顾宇,求你了,快接电话呀。 我躲在衣柜里,一遍又一遍拨打顾宇的电话,却每次都被挂断。 客厅的歹人已经走到卧室门口,握紧把手,却没转动开。 听到这动静我吓得没抓紧手机,众物碰撞柜子发出的声音在这安静到窒息的环境下格外明显。 我已经害怕到发抖,歹人肯定听到了动静,没再转动把手。 我想,他知道屋里有人,应该会离开吧。 可没几分钟歹人,再次返回,并且不知拿了什么工具,开始砸门。 我慌忙捡起手机,继续拨打顾宇电话。 他明明答应了今晚回来,为什么还没到家? 难道是工作遇到什么情况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就在门块被破开时,我终于拨通顾宇电话。 我心下一喜,顾宇,你快回来,家里进了贼,我好害怕,对面沉默了几秒,竟冷笑了一声。 你这样做有意思吗? 我愣在原地,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什么? 面对我的疑问,他竟充满不耐烦,明知道萧萧一家因为尾随事件害怕得不行,你还想利用这种方式骗我回去。 模仿人家外表还不够,连生活事件也要模仿了是吗? 你这样真让我觉得恶心。 我张了张嘴,喉咙仿佛被火烧,难以开口。 我没有,家里是真的禁贼了。 行了,我一会就回去,这样你满意了吧? 说完莫等我回复电话,就被挂断。 眼泪不知不觉,流出眼眶,就说他怎么没有按照约定回来,原来是去了白萧那呀。 自从白萧离婚,还带着儿子,故宇便经常晚回家。 被我发现失去陪白萧后,面对我的质问竟还反过来,责怪我冷漠无情。 你能不能别老是胡乱吃醋? 萧萧独自一人这这么小的孩子,生活本就不易。 在这城市,他就认识我一人,我帮他有错吗? 后来白萧遇到尾随事件,故宇为了抓住那人,每天不是在工作单位里, 便是在白萧家里。 我已经有几天没有见过故宇了。 今天,也是因为身子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发现怀孕, 恳求故宇许多次才勉强让他答应今晚回来。 结果,今晚没等来他,等来了不怀好意之人。 在我思绪游离之际,门已经被歹人弄开, 这时我才想起拨打110。 说来可笑,明明自己丈夫就是警察, 最后却要通过官方方式才能获救。 可还莫等我拨打出去, 柜门被歹人打开, 在我惊恐的目光中, 手机被夺走砸烂。 找到你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人不是随机选屋抢劫的小偷, 而是有预谋选择侵害对象的强奸犯, 并且他有一个很恶心的癖好, 专挑有身孕的漂亮女子进行折磨。 我不停挣扎反抗, 却被他用从柜子上顺来的奖杯狠狠砸破脑袋。 血液模糊了我的视线, 看着被他扔在地上的奖杯, 伴随着身上传来的动静, 我记忆被拉回到最初认识顾宇的那天。 说来也是缘分, 我和他结识正是我被歹徒作为人质挟持时。 而他那时还只是见习警员, 是第一次执行任务。 面对持刀的歹徒, 他趁对方被转移注意时勇敢扑上去将我救下, 自己却被砍了一刀, 虽说只是砍在手臂上, 但伤口非常深, 直接见骨。 为报答他救命之恩, 我每天都去医院探望他。 知道我的愧疚, 他笑得很是温柔, 我可是警察, 救你是我的义务。 况且能得到美人照顾, 这伤受得不亏。 经这次事件, 我们相识相恋, 他就我后获得的奖杯也成为我们的定情信物。 现在, 这定情信物成了谋害我的工具。 死后, 我飘在空中, 麻木看着强奸犯从我尸体身上起来, 看着他将我拖到浴室, 用厨房的水果刀熟练剖开我腹部。 我以为他是想分开处理我尸体, 让人找不到, 可我没想到他竟将我子宫拿出, 眼底竟是疯狂和恨意。 你这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让你背叛我, 既然你重视这个孩子, 我就让你死后也无法跟孩子相遇。 我以为自己不会再有情绪波动, 可这两句话直接击溃我心理防线。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后还这样对待我那还未成型的胎儿? 我愤怒朝他扑去, 却只是从他身上穿过, 根本碰不到他。 我无力跌坐在地, 不停哭吼, 让他放过我的孩子。 可我已经死了, 活人怎么可能听得见死人说话呢? 我呆呆盯着他手里我那没成型的孩子, 陷入自己的思绪里。 顾宇很喜欢孩子, 从结婚那天起就一直提出想要个孩子。 可我们努力了一年, 都没怀上。 检查后才知道我的体质难以受孕, 顾宇知道后并没有嫌弃我, 反过来安慰我没有孩子也没关系, 有我就足够了。 可我怎么可能看不出他眼底的遗憾和渴望呢? 后来我第一次偶遇他陪在白霄一家身边, 发现他瞧白霄儿子目光是那样温柔, 比起我们初次见面有过之而不及。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们才是一家人。 双重刺激下, 我渐渐变得敏感暴躁, 心思全放在顾宇身上, 却让他对我越来越厌恶。 这次查出怀孕, 我不知道有多开心。 开心终于能有和顾宇的孩子, 开心顾宇终于能把目光重新落在我身上。 可我忘了, 这些美好不过是我做的一场梦。 我却沉醉其中, 不愿醒来。 哪怕现在已经死了, 我仍期待顾宇今晚回来, 在看见我尸体那刻能后悔为我痛哭一次。 可我等了一夜, 说好一会就回来的顾宇再次失约了。 天已经大亮, 我想出去找顾宇, 却发现自己无法穿过大门。 无奈只好重新回到自己尸体旁坐地上等待, 本以为自己的死亡很快就会被发现, 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刚这么想着, 我就听见大门被打开, 匆忙跑去看, 是顾宇, 听见他喊我名字, 我开心回应, 见他皱眉一脸不耐, 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 他听不见我声音。 我见顾宇来到卧室, 心里激动得不行。 我的尸体就在浴室, 只要他进去看一眼, 就能发现我的尸体。 可他仅仅止步于卧室, 见没人掏出手机拨打我电话。 我见此情形愣了愣, 那犯人离开时清理好了现场, 我的手机, 包括那凶器, 都被他带走处理。 所以他不管怎么拨打, 都不会被接通了。 拨打几次无果后, 顾宇紧紧握住手机, 打开微信发送几条语音。 你人呢? 跑去哪了? 还不接电话, 不就是没回来至于这样闹脾气吗? 我都和你说了, 白霄那边事情严重需要处理, 你同为女人, 怎么不能体谅下他呢? 工作已经让我累得不行, 你就别添乱了行吗? 我无措站在一旁, 看着他对着手机不断斥责我的不是。 他让我体谅白霄的不易, 那谁来体谅我的不易? 身为我老公, 夜不归宿跑去照顾别的女人, 独留我一人在家, 面对绝望。 我有说什么吗? 见我始终不回消息, 顾宇眉头皱得更紧, 厌恶低语了一句, 你有本事一辈子别回消息。 我艰难扯动嘴角, 的确是一辈子都回不了消息了。 我以为尸体的缘故自己无法离开这个家, 可当顾宇离开时, 我发现自己控制不住身体跟随他离去。 现在这个时间点, 他也该上班了。 真是难为他一晚上陪在白霄那, 然后一大早起来先回家一趟再去局里。 我默默站在后头, 看他为了白霄事情, 愁了眉头, 白霄所住区域治安并不好, 监控设备也不完善, 所以那尾随者难以抓到。 通常这种情况, 警察不会费太多心思, 毕竟太常见, 又没发生什么实际伤害。 可谁让白霄是顾宇初恋呢? 顾宇又正好是警察, 若说这事是一星程度, 那在顾宇心中这事便是五星程度。 我本应该离开, 却忍不住站在这自虐般, 看着自己丈夫为另一个女人忙上忙下。 我甚至在想, 如果顾宇知道我死了, 会不会也像这样如此拼命? 若是以前, 肯定会的吧。 现在, 我也不确定了, 可能他会庆幸我死得好。 这样就没人能够挡在他和白霄中间, 没人阻止他们重新项链。 顾宇, 你让我帮你找的房子已经看好了, 什么时候去看? 我游离的思绪因这话被拉回, 顾宇怎么突然要找房子? 忙了半天的顾宇总算露出一丝微笑, 地址发我, 下班我就去看。 那位同事见词打去道, 怎么? 就家住太久, 打算带嫂子搬新地方, 找新感觉。 顾宇听后, 嘴角笑意变浅, 这房子是帮我朋友找的, 他那里治安太差, 换个安全地段, 我也放心些。 听到这话我紧抿双唇, 原来这几天他不仅忙着抓尾随者, 还在帮他找房子啊, 他所有时间都分配给了他, 也难怪没心思顾我。 我和他的三年, 终究抵不过他和白霄的三个月。 中午饭点, 其他同事都去吃饭, 只有顾宇坐在位置上, 时不时抬眼看, 钟好像在等待什么。 我突然想到, 什么抬手对着脑袋就是一拍, 我怎么忘了以前这个点 我都会送餐到局里给他。 不过这几天因为闹矛盾, 我只是把饭放在前厅 托他同事转交给他, 不愿见他, 也不敢见他, 所以他这是在等我送饭。 可我已经死了, 做不了饭给他了。 这时我注意到, 门外出现一道熟悉身影, 抬眼一看, 竟是白霄。 而顾宇低垂着头, 并没有注意到白霄到来。 直到白霄走到座位旁, 将保温饭和桶温柔 推到他面前, 顾宇这才快速抬起头。 我连忙走到顾宇对面, 看他表情, 只见他眼神复杂, 嘴角挂着淡淡笑意。 怎么说呢? 和我预想的模样不太一样。 感觉他并不意外白霄到来, 又好像不希望来的人是白霄。 顾宇的语气无奈, 又有些许宠溺, 我不是说过不用给我送汤吗? 你照顾小平已经很累了, 没必要再特意做这些跑制一趟。 白霄羞涩一笑, 你为了我这么操劳, 给你送汤不是应该的吗? 本来还想送饭的呢, 但想到新云姐已经给你做了, 让你吃两份肯定地撑着, 才选择给你送汤的。 话音刚落, 白霄注意到顾宇桌上 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摆着精致饭盒, 有些惊讶。 今天新云姐没有给你送饭吗? 提到这顾宇烦躁捏了捏眉头, 他不知道又跑哪里闹脾气了。 明明我和你没什么, 他为什么老是想那么多, 吃那些莫须有的醋? 白霄低头不语, 眉间皆是愁绪。 顾宇健壮, 连忙安慰, 别想太多, 你没做错什么, 不必自责。 到时候我回去和他再谈谈, 他会理解的。 我无力捶手, 站在他们两人面前, 听着他们这段对话, 终是没忍住, 嘲讽一笑, 明明没有心跳, 却能感觉到心脏在脚痛。 亲力亲为照顾白霄母子, 为保护他们晚上, 住在他家, 中午还来送饭, 这种种行为和一家人有何区别? 他让我怎么理解他? 还想和我再谈谈。 抱歉, 已经没有机会了。 这时顾宇注意到白霄另一只手里提着一盒小蛋糕。 今天是小平生日吗? 白霄垂眸开心道, 是啊, 不知不觉平儿都三岁了。 说到这, 他似乎想到什么继续说道, 顾宇, 你和心云姐赶紧生个女儿吧, 这样我们还能结亲家呢? 顾宇摇头一笑, 算了, 你心云姐难受孕, 如果你真想结亲姐我和你心云姐可以去领养一个。 则, 你这话可不能给心云姐听到, 不然她可是会伤心的。 顾宇笑容变浅了许多, 我不过是在讲述事实, 她有什么好伤心的。 听到这, 我再次红了眼眶, 我不知道为什么顾宇总有种我很坚强的错觉, 好像无论她说什么, 做什么, 我都不会在意心疼似的。 是因为这些天, 我怕失去她, 小心翼翼伴在她身边, 无论她怎么和白霄相处我都努力不在意。 还是因为最初相识我怕激怒歹徒努力在其怀中保持镇定。 要是之前我不知道自己怀孕, 听到这话可能心底会苦涩, 但不会去计较。 因为她说的是事实, 我难以受孕, 导致我没法满足她给予她一个可爱的孩子。 可现在不一样, 我怀孕了, 本来在熬八个月, 我就能看见这盼望已久的孩子。 就因为她一直陪在白霄家, 不愿回来, 导致这孩子无法降临这个世界。 想到这, 我好像终于对她有了恨意。 一会要, 不要一起吃个晚饭, 平儿见到你肯定会特别高兴。 顾宇轻轻一笑, 当然可以。 等我回过神, 两人已经当着我面约好今晚吃晚餐。 我摸了摸发胀的脑袋, 总感觉自己忘记了什么。 目光突然落在一旁的日历上, 今天八月十六号, 好像是我的生日。 回想起这件事, 我微微一愣, 所以顾宇是忘记了我的生日。 不然, 她怎能答应白霄? 自从和顾宇在一起, 我经常忘记自己的一些事情, 只清楚记得顾宇的。 好在顾宇是个心系的人, 无论是日子亦是我说过的话, 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向来都是她先我一步, 提醒我过生日。 这次, 我终于没再忘, 可一直记着的人却忘了。 下班后, 我跟在顾宇身后, 看着她走进玩具商店, 花大钱买了乐高警察, 拼装玩具。 听着她一边打量玩具, 一边滴雨, 那小家伙说想以后当警察, 看见这个肯定会开心吧。 结账后, 她驾着车熟练开到白霄家楼下, 走到二楼停在白霄家门口, 轻叩几声。 门很快被打开, 一个小男孩快速扑到顾宇身上, 抬头张着大眼睛, 水汪汪盯着顾宇, 叔叔来了, 与此同时白霄声音在屋内响起, 还不快邀请你顾宇叔叔进来。 不知道是因为白义萍生日, 还是因顾宇到来, 晚餐特别丰盛。 甚至为了烘托气氛, 白霄特意放了个烛台在桌上, 给顾宇和她自己分别装了一杯红酒。 若不是有个小孩在这, 冰箱里还放着生日蛋糕, 别人要是看见还以为这两人在吃烛光晚餐。 我呆呆站在一旁, 他们三人宛如一家人的情景深深刺痛我眼睛。 原来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相处。 所以,顾宇是怎么可以做到脸不红心不跳跟我说她和白霄没什么? 难道对她而言必须发生关系了, 才算出轨吗? 指甲深深嵌入掌心肉里, 我是不是该感激她, 至少有点良知, 没和白霄发生过各事情。 顾宇在白霄家里待了很久, 久到白义萍睡了她才准备离去。 就在她要离开时, 白霄突然一把将她抱住, 顾宇今晚别走好不好。 我还是害怕, 平儿也害怕, 可能是将你看作爸爸的缘故, 你在她才睡得安稳。 我见顾宇听完后, 转身摸了摸白霄脑袋。 好吧, 你去陪平儿睡, 我在客厅守着。 随后她想到什么补充一句, 我托人帮你们找了个房子, 那边治安比着好, 明天我正好不上班, 帮你们收拾早些搬过去。 得到保障后, 白霄心满意足, 抱着平儿去睡觉, 而我垂眸无言站在角落, 遗憾今天又是发现不了自己尸体的一天。 深夜, 大家都渐渐进入梦乡, 唯独顾宇躺在沙发上, 一直睁着眼看着天花板, 不知再想些什么。 许久之后, 她起身走到阳台, 掏出手机, 开始拨打电话。 我凑近一看, 是打给我的。 可这电话早已打不通, 所以无论顾宇 拨打多少次都没用。 我再次见顾宇掐紧手机, 另一只手高高抬起, 愤愤拍在墙壁上。 而这动静 很快引来白霄, 顾宇, 这么晚了, 你还不睡吗? 顾宇并没有抬头看她, 嗯, 睡不着。 能告诉我 是因为什么事吗? 没事, 无关紧要的是罢了。 白霄垂眸, 走到她身边, 温柔将她抱住, 虽然我们已经 不似当初 那般亲密到什么话都可以说, 但还是朋友不是。 你为了我的事 已经操心太多, 我希望自己 也能帮到你些什么。 顾宇无奈一笑, 要是叶新云 能和你一样懂事, 就好了。 顾宇没有抬头看不见, 我却是清楚 看见白霄眼底 划过一丝极度。 新云姐是个明事里的人, 一定会明白 你的想法和辛苦。 所以别难受了, 我看着会心疼, 顾宇身形一愣, 终于抬头看向白霄。 月光下, 白霄只简单 披了个外套, 内里性感睡衣 若隐若现, 诱惑至极。 我站在一旁, 眼睁睁看着顾宇呼吸, 变得急促, 随后抱紧白霄脑袋, 急促吻了上去。 如果说白天, 看她跟白霄如家人般, 相处心脏, 宛如被针刺般疼痛。 那现在看到她和白霄滚道, 一起就是直接将我心活活 剖出血淋淋, 扔进岩浆里翻烤。 我似乎明白上天不带走我, 而是让我跟在顾宇身边的原因。 若不是这样, 我怎能撞见这一幕? 这些天因为爱她 不断为她找借口说服自己, 将自己困在原地落的那般下场。 现在想想, 实在可笑至极, 嘲讽至极。 抬手摸向自己 空空如也的腹部, 那里早已没有了孩子。 嘴唇轻轻颤抖, 没有了, 挺好的。 这样, 她永远不会知道自己 有一个人渣父亲。 我蹲坐在一旁, 抬头望天, 我以为被刹那丸已经够漫长, 原来还有更漫长的一夜。 煎熬等待太阳升起, 还在迷茫自己尸体 究竟何时才能被发现时, 顾宇电话响了起来。 听到手机铃声 顾宇动作一顿, 起身想接电话, 却被白霄重新揽入怀中。 昔日恋人, 在怀诱惑, 顾宇早已忘记电话这时。 想了几声后, 电话被挂断。 不过, 对面并不打算 只打这一次, 几秒后, 电话再次响起。 接连几次顾宇终于冷静了些许, 起身拿起手机接通电话, 语气明显不悦, 也不知是不是干活一半被打断的原因。 一直不接电话, 大晚上又疯狂打电话, 怎么? 又想来家里, 禁贼那套, 顾宇以为电话那头是我, 开口便是讽刺。 可接下来电话那头传来的话, 令他正愣在沙发上。 语歌, 你总算接电话了, 嫂子死在家里你知道不知道, 顾宇显然不相信这件事。 是不是叶欣云顾前请你演这出戏? 这样真的很没意思, 你脑子有病吗? 莫等顾宇说完电话那头同事着急打断她, 我闲着蛋疼配合嫂子演她死的戏。 快点过来, 你家现在被封锁, 嫂子尸体也已经被带走。 初步勘察, 嫂子是被人害死, 肚子都被剖开, 我正听着有关我的信息, 就见顾宇慌忙挂断电话穿衣离开, 连白箱呼喊她都没听见。 对此, 我有些意外, 在我如今的认知里, 她得知我死亡不应该是如此反应。 顾宇并没有赶回家, 而是去到警局, 一见到通知她的同事便急忙拽住她, 依领询问我去向。 叶欣云呢? 你让她出来, 这一点也不好玩, 同事努力安慰她, 你先冷静, 我知道这是对你而言打击很大, 但你必须接受嫂子被害的事实。 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凶手的, 顾宇面目苍白颤抖着后退几步。 男男道, 怎么会这样呢? 随后她似乎想起什么, 不敢置信瞪大双眼, 仿佛要进入疯狂状态。 她的死亡时间, 是昨天晚上九点到十点之间吗? 同事有些惊讶, 对, 死亡时间大概在晚上九点四十四分左右。 你怎么知道, 我还没有给你看资料呢? 听到这话顾宇无脸, 突然哭了起来。 是啊, 我为什么会知道呢? 因为她曾打电话给我, 可我以为她在骗我就没理会, 我甚至还对她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 这么想来, 我也是凶手啊, 故意坚持要求参与调查, 但因为是我丈夫, 再加上和我死亡案件有些许关系, 局里并不打算让她参与。 于是她只能通过那位同事得知案件调查, 进度和情况。 怎么样? 监控有查到凶手是谁吗? 同事摇头, 很不巧, 监控录像正好覆盖前一个月, 那晚的录像找不到了。 顾宇听后更加着急, 我是指我家里监控, 我们之前有安装监控的, 同事听后神色有些复杂。 宇哥, 你家里监控坏了, 根本没有用。 我没记错的话上个星期嫂子来送饭 有跟你提过家里监控坏掉的事, 我都有印象你怎么不记得。 还以为你们有修好呢? 结果一看, 好吗? 还是坏的? 我站在一旁, 默默听着他们对话。 是啊, 我上个星期就有跟他提过, 可他当时已经被白箫吸引走几乎所有的注意力, 哪还会记得我说的话? 后来我又再提一次, 他那时怎么说来着? 啊, 我想起来了, 他当时一脸不耐烦说了句, 坏就坏了, 多大点事。 我们家又没有孩子, 就算修好, 也用不到。 没有监控录像, 抓捕任务显然会变麻烦许多。 顾瑜只能通过调查我周边人进行凶手锁定,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凶手是在我去医院查出身孕那天盯上我。 不过, 尸检结果出来那刻, 顾瑜便锁定凶手范围, 情绪也崩溃了。 报告显示, 死者生前已怀有身孕, 遭遇过侵犯, 生前脑袋被应物中击, 死后被剖腹取走子宫, 报告在顾瑜手中差点没被撕碎, 怀孕, 原来他那天是想告诉我这件事, 可我做了什么? 见他哭得厉害, 换作之前我一定会又难受又开心。 难受是因为他流泪, 开心是因为他因我而流泪。 但现在, 我只觉得他虚伪又恶心。 既然已经和白霄发展成那般关系, 为了白霄多次无视我嘲讽我责骂我, 何必现在装出一副深情款款后悔莫及的模样?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他几个小时前和白霄翻云覆雨, 还真被他这副模样骗了过去。 也不知道我和白霄是不是心有灵犀, 刚想到他, 顾瑜电话就响了起来。 一接通, 白霄声音立刻从另一头传出, 宇哥, 我知道这时不应该打电话给你, 但是平儿见你不再一直闹着哭, 也许为了让这句话更有说服力, 白霄这话刚说完白云平的哭声, 就紧跟着传出来。 叔叔呢? 我要叔叔, 白霄语气有些无奈, 你看, 就是这样, 一直闹个不停, 可能潜意识将你认作爸爸了吧。 听到这话, 我以为顾瑜会开心, 毕竟自己初恋儿子, 认他作爸更能让他顺利和白霄在一起。 可顾瑜却是嘲讽一笑, 认我作爸爸, 我可没这么大的儿子。 我老婆是叶欣云, 她生的孩子才是我的孩子, 我严重怀疑顾瑜脑子有病, 就喜欢去爱不再拥有的人。 我活着的时候, 白霄一出现, 他便屁颠屁颠, 围绕在他身边。 我死后, 他又重新围着我转, 曾经对我的冷嘲热讽, 都落在了白霄身上。 只要白霄提出见面, 就会被顾瑜以忙碌为由拒绝见面, 甚至被惹烦后会对白霄说些不好听的话。 一开始还好, 可随着一天天过去害死我的凶手始终未落网, 他对白霄的态度越来越厌恶。 就在白霄又一次拿他儿子做借口后, 顾瑜终于没忍住爆发。 你前夫是死了吗? 你儿子的事情找你前夫? 我不是他爸, 你看不出我不想见你们吗? 每次见到你们, 只会让我想起心云独自一人, 面对歹徒, 遭遇不测的场景。 如果不是因为你那破事, 心云怎么可能会出事? 说来可笑, 曾经让他担忧得不行的尾随事件, 如今竟沦为破事。 明明是他自己不愿回家, 却说得像是白霄逼迫他不准回家。 若他真想回, 白霄能拦得住? 现如今, 他越是这样, 我越觉得恶心, 哪怕他听不见, 我仍好几次没忍住朝他怒吼别再装模作样。 可他听不见, 我也无法离开他身边, 只能被迫吞下这些恶心。 我认为白霄被顾宇这般对待, 会忍受不了离他而去。 毕竟他渴没之前的我那般恋爱脑, 他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正如我心中所想, 白霄听完那些话直接回对回去, 故语, 你不会真觉得自己对叶欣云很深情很忠贞吧? 我承认, 我喜欢你, 我不想你回去, 我想把你从他身边夺走。 可你若真对我无意, 我能夺得走吗? 我可没有逼迫你为我的事奔波, 也没拿到架你脖子上逼你亲我, 所以是我害叶欣云出世的吗? 说到这他凑禁故, 与憎恨低语, 不, 是你害死他的, 这话显然刺激到了顾语。 自从得知我怀有身孕, 确定砸破我脑袋的工具是他就我后获得的奖杯后, 他的精神状态明显不对劲。 他愤怒将白霄赶走, 而白霄在这之后也没再找过顾语。 我以为他们两个就这样彻底掰了, 一个半月后顾语手机再次被白霄播响。 一直没能抓到凶手, 顾语变得越来越违靡, 状态也越来越磨正。 见电话是白霄打来, 他一秒不带犹豫, 直接挂断。 可白霄这次显然遇到了什么事, 一直打电话给顾语。 可惜顾语并没有原谅白霄, 一个电话也没接。 就在他不耐烦准备将手机关机时, 白霄发来了短信。 我就站在顾语后头, 所以能清楚看见短信内容。 只见上面写着很短一句话, 我怀孕了。 顾语面无表情, 关我屁事。 白霄很快回复, 这孩子一个半月, 算时间, 是和你那天晚上怀上的。 这话将我记忆再次拉回到 曾令我窒息的那一夜。 可惜现在的我早已不似从前, 看到这消息心中只有庆幸。 既然白霄怀孕了, 顾语可以别再因我而虚伪了吧。 然而, 我没想到顾语只是简单回道, 打掉, 你不配生我的孩子。 显然白霄并不打算就这样放过他, 竟找上顾语父母坦白这件事。 本来因为我难以受孕顾语父母, 就对我不满, 知道我好不容易怀上孩子, 却遭遇不测, 是替我难过过了一回。 可在看见自己儿子因我变成如今, 模样后, 对我甚至比之前还要不满。 现在得知顾语, 因为我, 而要打掉白霄肚子里的孩子后, 直接杀到家里威胁他。 白霄怀了你的孩子, 你必须给他个名分。 顾语皱起眉头, 我妻子只会是叶新云。 顾语母亲伸手指着他鼻子, 差点喘不上气。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白霄肚子里孩子怎么来的, 如果你真爱叶新云, 白霄能怀上你的孩子。 我告诉你, 你必须娶白霄, 这孩子也必须留下来, 若不然, 你这辈子别认我这个骂, 我全当没生过你这么个不孝子, 在父母的威胁下, 顾语只好和白霄领了证。 可我太了解顾语的性子, 白霄这样做只会将他越推越远。 曾经他有多不愿回我在的家, 现在便有多不愿回他在的家。 以前就算了, 现在顾语是白霄的丈夫, 白霄绝不允许顾语继续调查我的事。 他的案件本就不是你来跟, 以前随便你, 现在你是我老公, 我不准你继续再调查, 对此顾语没有回话, 而是直接用行动来表达他的不愿。 不听不理不回家, 直接买了个席子睡局里。 白霄若是来局里闹, 顾语会以扰乱警察办事拘留为由逼迫他离开。 若是电话骚扰, 直接拉黑删除让白霄骚扰不了一点。 可以说比之前对待我还要狠上许多, 也许是因为我没有白霄这般夸张无礼。 就在我以为这两人要一直这样相杀下去时, 顾语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谁? 顾语, 就我, 那个变态闯进家里, 他要杀我呀。 顾语皱紧眉头想说什么, 电话却已经被掐断。 我见顾语立刻起身, 然后突然顿在原地不知再想些什么, 几秒后, 他又重新坐回位置上。 对于他这莫名其妙的行为, 我有些不解。 他是在思索白霄是否在作戏吗? 我回想起自己曾遭遇的事情, 实在不愿再有其他人遭遇和我一样的事。 哪怕那人是白霄, 你还坐在位置上干什么? 还不快去救人, 别忘了你曾经为了他屡次抛下我, 我死了你就变成这副模样, 你把我当什么了? 你想再做一次间接杀人凶手? 我不想, 别让我被迫盖上这顶帽子。 我骂了顾语将近十分钟, 就见他突然起身, 看向我所在的方向。 吓得我以为他能听见并且看见我, 好在他只是透过我看向门口, 拿起外套往外走。 我跟在他身旁, 看他开车离去, 这就对了, 赶紧去救人。 等会, 你不会打算就自己一个人去吧? 你不叫同事吗? 我自认为很了解顾语, 但现在我越来越猜不透他在想什么。 对方怎么说也是变态杀人犯, 杀了不知有多少人。 结果顾语除了外套什么也没拿, 还打算一个人去面对, 和送死有什么区别。 一想到这家伙死后, 会看见我在他身旁, 随后误会我不放心, 他一直守在他身边的话, 我真的会被恶心到魂飞魄散的。 可无论我说什么, 他都听不见, 很快便驶车到白霄家楼下。 当他用钥匙打开门走进去时, 白霄已经遭受了侵犯, 身上布满数不清的伤痕。 身下满是鲜血, 显然孩子已经磨了, 正准备行凶的家伙 见顾语回来, 直接将刀对准顾语捅过去。 只能说顾语身为警察那一身本事 也不是虚的, 几个闪身踢掉歹徒手里的刀, 将他压在身下。 这时他才想起拨打电话呼叫同事过来, 电话刚挂断, 歹徒突然笑了起来。 顾语见状将歹徒压得更紧, 你笑什么? 我感觉你好眼熟啊, 好像在哪里见过? 等会, 我上次杀死的那女人, 手机锁屏蔽纸, 好像就是你诶。 让我想想, 他当时一直在哭喊老公救我, 斯, 他老公是你吧。 可你一直没有出现诶, 现在却出现在这女人家里, 这女人是你在外养的老婆吗? 嘖嘖嘖, 那女人可真惨, 直到死都没能见到你, 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自己盼了许久的老公 住在其他女人家里啊。 歹徒死了, 被顾语用刀对着脑袋 狠狠捅了十几下, 但他自己也因恍神 被歹徒刺伤腹部。 而白肖剑, 歹徒死后意识 似乎清楚了些许, 看着顾语崩溃怒吼, 你怎么才回来? 你知不知道 那人对我都做了些什么, 故于冷漠, 看向白肖, 我的心云本来也可以活下来的, 要不是因为你, 你该庆幸, 我只是让你经历 和心云一样的痛苦, 没让你被杀死。 白肖不敢置信瞪大双眼, 你是故意吃回家的, 你是不是有病, 当初明明是你自己选择不回家, 凭什么怪我头上? 啊啊啊啊啊啊, 我要杀了你, 经历了惨无人道的折磨, 本就精神状态不稳定的白肖, 直接崩溃, 扑上来就要打顾语, 结果被他直接甩开, 幅度之大导致腹部伤口流血更多, 因虚弱一个没站稳摔倒在地。 我观察他的伤口, 对比就我那次好多了, 只要他及时去医院, 不会出大问题。 但他躺在地上双目无神, 看着天花板, 似乎打算让自己血流尽而死。 见此我满眼厌恶到, 白肖说得对, 你是真脑子有病。 岂料我话刚说完, 顾语就立刻将目光移到我所在位置。 新云, 是你吗? 我好像听到了你的声音, 你在我身边对吗? 我皱紧眉头, 听说人在快死时能听见或看见鬼魂, 我还以为是假的呢? 想到这, 我保持沉默, 不愿再出声, 可顾语似乎真的魔症, 一直在找我。 新云, 你说话呀, 我知道错了, 你别不理我好不好, 求求你, 难道是我出现幻觉, 才听到你的声音? 不, 不是幻觉, 那就是你, 我要见你, 我要见你, 说吧, 他竟捡起刀, 对着伤口再次捅去, 这迷之操作是真把我吓到了, 还没等我回过神, 我就听见顾语满足笑道, 找到你了。 顾语没能死成, 同事赶来, 及时将他送去医院救活了, 就是不知什么时候才会醒。 而白霄经此一世精神状态已经不正常, 时不时风言风语, 如果见到和顾语相关的东西会直接崩溃发狂, 看见他们二人如今下场, 只感叹事事无常。 不过, 总感觉遗漏了什么, 我想了许久, 总算想起白霄儿子不见了, 按理来说这小家伙应该和白霄一样在家里, 可当时除了白霄和那变态杀人犯, 并没有看见白霄儿子身影。 正这么想着, 我注意到顾语同事在病房门口和另外没见过的同事聊天, 凑近一听, 是在聊这次的案子。 幸好白霄将他儿子藏在衣柜, 不然肯定没了。 哎, 人是活着了, 带抑郁了, 见到自己妈妈被那样对待, 现在又疯了, 他心理状况是彻底完了。 说到这两位警察都没忍住叹气, 而我沉默许久, 终也叹了一口气, 不知什么原因, 我还是无法离开顾语身边, 只能陪在病床旁等他苏醒。 一想到他临死前真看见我并说出那句话, 心底就一阵恶寒。 晚上, 我盯着顾语发呆, 突然听见门被打开, 以为是查房的护士, 抬头一看, 竟是白霄儿子白义萍。 只见他站在顾语床前许久, 除了盯着顾语什么也没做。 而我瞧见他那眼神, 慢慢瞪大双眼。 他这眼神像极了那变态杀人犯, 也许为了印证我想法, 白义萍一脸平静走道顾语床前, 拔掉了他的氧气罐。 要不是你, 我妈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这种人就该下地狱, 我一脸复杂盯着白义萍桥, 还记得生日那天, 听见顾语说这孩子想做警察。 还是那句话, 世事无常。 成长从来都不是件顺心顺意的事情。 没了氧气供给, 顾语下意识挣扎了起来, 临死前, 他再次睁开双眼。 明明白义萍离他更近, 他目光却是落到我身上。 他动了动嘴唇, 虽然没有声音, 我还是看出他要说的话。 对不起, 原谅我好不好。 对此我面无表情, 你可真气爱, 晦气恶心。 在他死掉那刻, 我也终于得以离开他身边, 前往地府投胎转世。 怕顾语从身后追来, 我跑得飞快, 绝不让自己下一世再遇见他。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